海螢火虫停车区几种交通路线 海螢火虫停车区几种交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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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成JR木根津车站开往JR秀湖车站的公车 湖中会经过木根津三井Outlet 这段路程比较短,车资也便宜 就不用到木根津车站搭公车或是火车返回公进市区 因为转成路线公车的方式比较复杂 且木根津津田比起巴士站比较较外 如果要顺逛木根津三井Outlet的人 无论是先去海银或是后去海银 都可以在木根津津田比起巴士站转成 先去木根津三井Outlet的人 可以在JR秀湖车站下车转路线公车 车程只需要10分钟就到木根津三井Outlet 官网后再去木根津津田比起巴士站 转成高速巴士前往海银 此外,木根津三井应地处偏远 所以官网还有很多优惠的接驳方案 有需要的旅友们 请自行上官网参考相关资讯 如果只是要去海银或从停车区逛逛的旅友们 我会建议还是在木根津或是川崎转成高速巴士 二则一就好 如果你选择看JR内房线美丽的风景 而往木根津方向前往海银 不考虑车资的话 直接从木根津搭高速巴士是最简单的 车站外有便利商店可以逛或是吹冷气 比较不会无聊 如果你又考虑要再省一点点车资的话 从秀普一大路线公车到木根津津田 BT巴士站 再转成往川崎的高速巴士 这样车资可以再省一点点 因为到JR秀普一可以省一点点车资 但多转成一次可能会比较耗心力 我们小逛木根津三井Outlet之后 就在大公车到JR秀普车站 海银或重停车去在日本是非常特别的一个休息站 从东京前往海银休息站 最多人建议自驾前往 因为时间弹性 且可以停留的时间比较弹性 适合喜欢自驾的旅友们 三井Outlet Park木根津 号称全日本最大规模Outlet 如果有买屋需求的旅人们 这里应该可以逛上一整天 真的非常推荐旅人们来东京时 顺道来走走这两个地方 本来还想再在千叶市区小逛一下 但实在是太累了 还是决定先回东京市区 结束这一天大小朋友的分道旅游行程 我们休息片刻之后 再回到东京迪士尼武兵车站接小朋友 回程我们启用了东京地铁三日券 在心目常改成东京地铁 一夜之后 又生活了 离不见 一夜之三 一夜之后 哪一夜之后 最新的中间 若一家 断岩 接下来的三天 我们将利用东京地铁三日券继续逛街走路 这次东京市区的行程主要是溜小孩 让疫情过后第一次重返东京的小朋友们 可以畅快地吃吃喝喝买买 于是我们决定再往下一个购物商场前进 最近在台中也很红的Lolliport 我们选择也是在地铁出站集到的丰州Lolliport 题外话PAC一下 为什么我们此行选择在三景Outlet及Lolliport购物逛街 除了交通方便 两者都是在车站出口集到 是一大原因 另一个原因是 这两家商场与台湾的诸多银行信用卡 都有合作的购物优惠活动 所以抵达商场的第一件事 一定要先去资讯站兑换购物优惠券 让旅人们在购物的过程中 还可以享受折扣的乐趣 真的是买到开心 买到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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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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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 松州这一站除了有Lullport购物商场之外 美食店家也不少 著名的豐州市場也在附近 不過因為我們是為了購物而來 就沒有再往豐州市場的方向前進 午餐就在知名的咖啡店究竟解決 原來這家咖啡廳不是只有早餐及咖啡可以享用 午餐還有很多元的選擇 一餐吃下來真的是飽嘟嘟的 下次會要再留點空間給看起來很美味的抹茶冰 草莓冰才行 啪啪啪啪啪 3 Beat verl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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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